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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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谢谢 还有我们的医药学家我们的徐爱婷 大家好 还有我们的保健达人 也是我们大家好朋友田家伦 武哥各位 大家好 还有就是我们永远的嘻哈唱跳偶像彭彭姐 也欢迎我们的健身美女Doris 谢谢 一刚开始呢 我们就要请教一下我们王院长 我们知道当初 苏联跟美国太空人 在唐太学上面互相较劲 互相在拼场的时候 结果是后来苏联太空人 打破了记录 他们竟然可以在太空中停留 437天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960年到70年 美苏的太空竞赛里面 都很成就的 能够把人机安全的 从外太空再送回地球来 那也打破了极限 超过300天停留在外太空 是 我们知道在外太空 没有地心引力 我们的鼓密度就不重要 我们的大脑不会 启动我们身体制造鼓密度 因为你不用去支撑上面重量 所以一个月会流失 1.5%的鼓密度 一个月会流失1.5% 一个月 那你出去300天 10个月已经15% 那是不得了 所以美国的太空人 他们太空任务也完成了 但是回到地球以后 太空人没办法走路 没办法起身 一起身骨头就会裂掉 连起身都不能起身 起身以后 苏联之中上面重量 那骨头会碎掉 所以用担架抬得出来 苏联更奥妙的 它是能够在外太空 437天 那打开插门 太空人走路出来 它可以走出来 它可以走路出来 但是美国就是用单架抬下来 是 是 所以从那个时候就开始被研究 为什么它可以走路出来 因为它 骨密度没有流失掉 这里面跟一个机器就是 会上下垂死动的有关系 那就是它的诀窍所在 对 它的诀窍所在 所以每一天我们的大脑 就记住说 它这个身体没有离开地球的地形引力 就那么的30分钟 在一个小小的仓室 模拟成有地形引力的仓室 放进来会唱下动的机器 因为你没办法跑 所以只有借用科技 是 那我们大脑就一直在制造骨密度 所以它回到地球以后 它骨密度没有流失掉 所以德国就跟着去研究 他用了三百个更年期 骨質疏松的妇女 做了三年的研究 这个三组每一组一百个 第一组就是用这个垂直律动 第二组一百个垂直律动以外 加上有氧运动 加上肌肉运动 是不是对骨密度会更好 第三组对照组都不动 每四个月做一次骨密度的检测 那三年有足够的数据 所以可以做统计出来 这一组 第一组一百个的 它的骨密度 一百个人 全部都 -3-4回复到我们正常值 -1到-1.5 在医学上 医学上是很不简单的 P值等于0.00 这个实验是很惊讶 说怎么会有这种数据出来 所以一直在重复做 终于这个非药物 所能够提升骨密度的疗法 就在2011年被登在美国的内科医学期刊 那是一个全球很知名的一个期刊 很知名的 很知名的期刊 而且它是非药物 是 所以我们现在这个世界 可能会打破一些观念 要根本治疗 可能不是只有靠药物 因为非药物的确是一件很惊人的发现 而且药物先救命了以后 后面要好 我们还是要依赖我们自己的身体的一些 这个新陈代谢 还有承先起后的再生细胞的作用 这个都要被考虑在里面 第二组的 有加上有氧运动的 加上这个重量训练的 统计出来是好的很好 坏的很坏 所以这种没有常态分配的情况 那在医疗上就不敢被用了 那第三组三年下来 这个一百个人流失了4.5%的谷密度 那这一来一回 这谷密度几乎已经 这边第三组 谷密度几乎已经是很糟糕的状况 是 很糟糕 就越来越退化 所以我们现在讲 这个世纪是一个很老化的世纪 所以老化不可怕 日本他们就讲 优雅健康的老化 必须要拒绝退化 退化这两个字才最重要 优雅健康老化必须要拒绝退化 老化跟退化 其实不能够划上等号 不能够划上等号 这不能划上等号 所以现在欧洲那些很超高龄社会的 他们很老化的国家 活得很快乐就是为什么 他们都在都在动 是 他不会停 他不会停下来 那我们 我们的传统习惯就是老了以后 左路就要慢 万一要驼背那就糟糕了 那真的是老了 老就开始退了 所以现在的新的观念 是 将来可能到2031年后 大家慢慢结束这个观念以后 那2030也不会很久 才十年而已 才十年 老人这两个字会被抽掉 对 现在我电视前面很多观众朋友 您一定要仔细听 或许您跟我一样 已经有一点点年纪了 我们可以老一点点 但是我们绝对一步都不能退 我比较好奇一下 我要问一下我的好朋友佳伦 是 绿动是怎么样 自己乱动就可以了吗 千万不要 千万不要 绿动一定要做到定速 定频 还有定幅 再讲一次 再讲一次 定速 速度要稳定 然后定频 它的频率也要稳定 是 第三个定幅 就是它的幅度也要一定 我们的人体的骨骼 是垂直在排列的 那当然 那五个 我们把你左右的脊椎这样晃 你会怎么样 那整个人就散掉了 是 就像这个积木 你这样一定会闪掉 就像我们去医院做复健的时候 我们去拉伸 也是垂直的拉 对吧 所以事实上我们的骨骼的部分 就是要透过垂直的律动 去把它做重新的排列 但是呢 我们不要乱动 左右乱动 频率乱动 或者幅度乱动 这样你就到来上 所以一定要定速 定频跟定幅 这才是真正科学的 垂直律动的运动 这一定要记得 所以你必须要靠一些 器材来做辅助 否则我们自己乱跳 可能膝盖会受伤 是 或者甚至有更严重的 不小心摔伤 尤其 可能我们电视前面有一些 很多是长辈 是 那你本体一定较悲 所以一定要维持 要靠一些辅助的器材 就像太空人一样 定速 定频跟定幅 它才能够去做到 让你能够重新去调整 你的整个的体质的一个效果 所以股本 其实比我们银行的存款更重要 存款你钱可以再赚回来 但是股本一旦流失的话 对 你不一定能够赚得回来 所以这种律动 它是个疗法 这个律动 这个疗法 是一百年前就有了 所以被选为成为NASA 用来训练太空人 它不是泛泛之辈 所以从太空人训练完以后 开始用来训练奥运选手 尤其是快速滑雪的选手 北欧的国家丹麦 拿了好几面金牌 就是靠高频的振动 慢慢的到了2000年的时候 才进入了临床的第三类 復健医学 这个东西就是高科技 所以你不要小看这个小小的盘子 这个台湾之光 这个是台湾之光 台湾之光 因为同样会动的 一直眼镜 这一百年一直眼镜 那你应该比较震动的 我们请一下嘉倫来吧 你是我们的保健达人 你说的每一句话 都要负完完全全的责任 没有问题 所以我刚一直强调 定数 定平跟定服 像这个是传统 我们看得到 这个是传统的 这个是传统的 感受不到 我们现在在抖了 对不对 不要掉下来 你仔细看 他会怎么样 他会乱动 你有没有麻烦 你有没有麻烦 他就掉下来了 对不对 他就真的掉下来了 他有定数 他有定平 但他没有定服 所以我们的身体 没有办法 如果你想像你的骨骼 这样一直左右晃动 怎么办呢 来 我现在按一下 每一秒钟四到十三下 依照个人的不同 那我会建议 你如果说是长辈的话 你慢慢地从第一阶 它一共有七段的变化 总共七段就对了 七个速度 那从一到七 那我们从一开始 让身体慢慢地适应 你看 它从头到尾 就一直在乱晃 一直在乱晃 有没有 一直跑来跑去 然后这个完全闻风不动 这样子才是叫做安全 有没有 我们现在就是用两边 各放一瓶两千细细的 调色水 你看 最主要就是让大家看到 它里面的震动 不要觉得我的水 好像有作假 我换过来是一样的 我换过来是一样的 你看 有没有 骨骼不那个到处乱跑 当然不行 骨骼到处乱跑 对人体是不好 对啊 有的会终身残肺 这样你看这个 但这台其实很稳定 对 非常的稳定 纵使我把它开到最 这个再大一点点 对 你开大一点的速度 也没有关系 也没有关系 它真的开始比较大 它是非常稳定的 你看那个水波就知道了 有没有 这个就是所谓的定速 定平定幅 但这个你看到没有 它就一直在跑 其实非常的危险 相对于运动伤害的几率 是比较高的 但这个你就不用担心 它很稳定 它一直在垂直的律动 对 我现在手放在上面 是 它一直在垂直律动 其实你知道吗 五哥 你现在这个动作 有沒有 也是可以做到养生的效果 假设你的手臂容易痠痛的 因为有人睡觉是侧边睡 是 你的手这样放着的时候 它会帮你放松你的肌肉 这个好像真的 真的感觉上蛮舒服的 是 没有错 因为它非常的稳定 我跟你讲 运动一定要稳定 如果不稳定 就会运动伤害 你看它一直在跑 可是我 真好 我在 我在工作 我不能一直上 我觉得整个刚刚觉得 很放松的感觉 对 非常的舒服 真的很棒 而且最重要的是 我们刚才现在院长讲 还有我们佳伦讲 有一些年纪大的长直 你千万不要为了贪图 今天我运动一定很激烈 结果不少你滑倒 跌倒了 没错 刚才院长讲的是 保命防敌 对不对 我来补充一下 保命防敌有多重要 根据衛福部的统计 六十五岁以上的长辈 事故伤害死亡的原因 第一是车祸 第二就是跌倒 跌倒 那我想大家应该身边 甚至可能都有这样的经验 也一个长辈 然后他平常生活也都能自理 自己出门什么 跟你打招呼都没有问题 可是有一天听说 他跌倒了以后 就几乎卧床了 甚至就走了 所以长辈绝对不能跌倒 长辈最怕的就是跌倒 那如何预防跌倒 最重要的就是 每周规律的运动 每一个礼拜规律的运动 对 每周规律的运动 可以提升你的激励 耐力还有平衡性 像我刚才看 这个蓝色这屏这边 我觉得还蛮规律的 但是我们要怎么去选择 一个正确的 适合的 不会伤害到自己的一个垂直 律动仪 这一点其实很重要 王院长 所以这台机器 台湾有制造出来 我们讲台湾之光 它有十八项的专利 很厉害 通过全球十八项专利证书 台湾之光 它还有 它关于这个震动方面 它怎么样去震动 它都有临床上的 被规范的一些面向 还有参数 都一定要被规范住 才能够做实验 这是美国的 这是日本的 这是日本的 还有这个 这是我们中华民国的 专利证书 那另外一个就是发明出来的 这个专利是等于什么 它可以模拟有练气功 是 这些也很多专利 这个有很多专利 这个就是台湾之光 我觉得我们大家 要自己鼓掌一下好不好 院长这个 有没有体重的一个限制 因为每个人身形不一样 是 你问得相当好 这个不要超过一百二十公斤 就可以了 所以承载了一百二公斤 小小一个盘子 能承载一百二 还可以动 一动动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都没关系 这个机器要相当的坚固 这个可以承载一百二十公斤 一百二公斤 而且在你的使用时间 它的振幅 它的频率 每一秒都不会改变 这才厉害 这么精准 精准 上下的振幅 它是在零点二公分 这个零点二是最安全 任何的人最安全的 它是又可以舒缓 又可以中度训练 又可以加重训练 可是你在振幅的时候 你的地形引力 只有零点六八是最高的 不超过一 还能够动 我们在跳的时候 都超过一 都大于一 是 所以它让我们的细胞 放松到极大化 那心脏的压力更会减轻 但是心肌被扩展得相当好 那我们这形象 我们来Doris 示范一下好不好 好 来 我们因为它是 我们比较年轻 所以我们的幅度 可以稍微大一点 我按到五的这个速度 你看它在抖动的时候 它虽然说 我们从脚抖上来 对不对 但是你看我们的肌肉 一直到我们的这个身体全身 它都有在运动 那刚刚我补充一下院长说的 为什么是2mm 是因为4mm是什么 是奥运选手跟太空人在用的 我们不需要 而且他们本身的肌耐力是好的 我们现在很多的长辈 肌耐力没那么好 我们要先把肌耐力养出来 很多的老人家不能走 或不爱走或走不动 那其实透过这样的简单的抖动的方式 你会发现它是全身性的 在垂直的律动 而且非常稳定的 那这个状况之下 你也不要小看它 15分钟 我们平均大概每秒钟 是4到13下的震动 你这样想 我们就讲最慢的4下 1秒钟4下 也就是1分钟是240下 可是我想15分钟 它待会汗流加倍 而且不要说年轻 我们是测试过说 大概70岁的长辈 用1就是最弱的情况下 站在上面15分钟 是安全的 现在感觉怎么样 你现在可以讲话 只是会有抖音 这是真的抖音 对 我觉得全身肌肉都很放松 而且不像跳绳 会很喘 然后脚踝的压力很大 或是脚板压力很大 你现在脚踝会很难过吗 因为跳绳跟跳 弹跳的时候 会觉得每一下都是重疾 对 而且不像弹跳船 我会担心跳出去 它是很稳的 对 我不用担心 不会左晃右晃吧 对 不会左晃右晃 它是很稳定的 上下垂直的动 对 因为一个成年人站上去 最怕就是 如果左晃右晃 危险 跳出去 所以你现在是OK的 对 很稳 那你后面这边 因为很多长者是这一块 会觉得不舒服 就是接近臀部尾对这边 为什么 因为它被左右晃 很多的长辈上去左右晃 酸还不打紧 有一些我们临床实际发现的是 它在左右晃的过程之中 会晕 晕 站不住 站不住就跌倒 可是这个是完全 不会有晕的感觉 所以我都常常说 你们这些美女型的 不怕漂亮的 比较认真做的 大腿内侧 马鞍肉 是 几乎运动不到 可是在这个抖动的过程中 你会发现 连大腿的内侧 都会在抖动 然后你会发现 很多女孩子虽然瘦 可是她腿 大腿会一直摩擦 是 你会发现很不舒服 这个的话你会发现 大腿跟大腿 不会在走路的时候 一直摩擦了 我现在看到现场很多人 在滑手机 人老从哪边老 就是老太隆忠 就是年轻的时候就觉得 挺 但是你慢慢老 慢慢老 你的脖子 对 就是变成一只煮熟的虾子 有谁要变成这样子吗 真的 没有人要变成老太隆忠 肩颈的问题 可以解决吗 家人 没有问题 这个东西其实放松很简单 是 那因为你要做到放松 就不要像五了 好 这时候大概要三 请我们Doris站上来 记得 双脚要与肩同宽 有 然后我现在按三 开始抖之后了 对不对 记得慢慢先适应一下 大概五秒钟 先匀一下你的呼吸之后 对 有没有听过一招叫 万佛朝中 万佛朝中 你慢慢的这样举起来 好 举到这边的时候 稍微停一下 慢慢的吐气之后 再把它放下来 然后就记得 手心面要朝自己 慢慢就是这样一个循环 画圈圈的概念 这个动作有点像在练气功 是 然后慢慢抖动得过之后 你看 这样手心朝自己 然后慢慢再画下来 再画一个圆 而且一样也不用多 振动幅度在三 然后大概五分钟的时间 你就会发现在 这样双肩的这个地方 你会发现整个瞬间松掉 然后要记得 抬起来的时候吸气 然后放下来的时候吐气 我们来请一下我们自身美少女 捧捧姐来示范一下 怎么样 来 与肩同宽 好 然后手举起来 吸气往上举 好 停一下 吐气往下放 画一个圈圈 好 再来吸气往上 再吐气向下 就这个动作重复五分钟就好 那肩颈僵硬的原理是什么 很多人都有肩颈僵硬的经验 被你一讲 我突然觉得我肩颈好僵硬 我们讲一下它的原理 其实很简单 我不要讲太复杂的 你想象一下你今天开在一条路上 十六线道 突然间缩减成两线道的时候 如果会塞车塞在哪里 当然是塞在缩减的地方 这个地方 一定是塞在缩的地方 缩完以后会塞就是会塞 不会塞就不会塞 对不对 好 那你看人体 你看人体这么宽 缩减缩减线道塞在哪 就是脖子嘛 肩颈是不是整个塞进去 那再加上头部这边 有一个血脑胀壮 它是一个过滤的 所以如果你今天熬夜 你今天血液循环 开始不太好了 你的压力变大了 会塞就是塞在肩颈 所以肩颈僵硬不是病 但是它是一个很好的警讯 它这个警讯来告诉我们说 你的这个气血循环 可能要稍微注意 不管你是因为姿势 你滑手机 你这样有折在这里 坐姿不良 还是你运动太少 不管 总之呢 开始要注意了 另外一个 我们到了一个年纪的时候 睡眠时间会越来压缩 越来越短 凌晨两三点钟起来 常常有的事 想睡睡不着 你找他最好的陪伴 你找你的亲人跟你聊天 人家都在睡了跟你怎么聊 你又拍照片 所以这个时候 你找他 找他陪你两个小孩 他找他陪你 是 可是他在第三次震动以后 你又想睡 你会回笼再睡 照常睡得好 我告诉你这个叫 黑膠的小孩 黑膠的小孩 最柔和 对啊 又不吵 是 那你叫你的孩子孙子 给你捶个背 肩膀痛 捶一下 捶第一次还会捶 第二次再叫他捶的时候 就看你 好吗 好吗 就这样子 我认为 已经辛苦了大半辈子 现在要让自己过得舒服一点 过得轻松一点 就像这个绿冬椅一样 对 他先让你放松 让你放松之后 慢慢地回复你的体力 然后慢慢你体力回复之后 你心情就好 心情好之后 我看什么事情都是正面的 我看谁都是顺眼了 没错 我瞬间觉得这个世界是彩色的 它不再像是之前黑白的 你有这个想法 我恭喜你 为什么 因为你慢慢变年轻了 而且你的人生会越来越好 因为运动这件事情 可以让人变快乐 可是你说我们要运动 很多的长辈 又会遇到一个问题 太暖了 是 像最近梅雨季 很暖 还有甚至我们都讲说 就算是天气好 之前有一个新闻 一个阿嬷去运动 嘟到一个小孩 搁她的脖子 安全的问题 我想我们做子女的 也不希望自己的家人 因为去运动 还有遇到什么酒驾的 那种最讨厌的 清晨出去慢跑的时候 顾着笑的 顾着喝酒 那怎么办 但是还是要动 那就在家里 我们帮你动 其实用律动仪去帮你动 动了就会有健康 有活动 要活要动 那我们一直在动的过程之中 有安全 一边看电视 看新闻 看股票 甚至聊天 你这样子一个礼拜 两个礼拜下来 全家都快乐 因为你动了 你的精神来了 你分泌多巴胺 就是像脑内飞 脑内飞就是一个 让人快乐的 全员的一个重要的 青春的激素 那这个分泌之后 你人就会快乐 快乐 全家都快乐 真的很忙 或者是出外运动 有风险的话 就像垂直律动仪 来帮助你去做运动 而且全身上下 都可以受用无求 简简单单一句话 如果你现在 连动都不动的话 我很害怕 将来你想动都动不了 很多人追剧 这新闻都有讲 因为追剧中风的 因为在网咖打到最后中风的 有 打麻将打到中风的 听大三鱼 没有摸到先中风 对啊 这就是为什么 这就是因为你不动 没错 不管任何运动 安全是最重要 今天介绍给您这个 全球最红的垂直律动运动 希望对您是有些帮助的 当然 你对我们节目有任何疑问 都欢迎打电话 给我们的咨询专线 我们会非常的热情为您服务 再次感谢各位收看 我们下次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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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艰里面 steht 还有